几年以来 人工智能在全球范围内 可以说掀起了一轮接一轮的热潮 近期2024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在上海圆满落幕 大会发表的人工智能全球治理上海宣言指出 人工智能正在引领一场科技革命 深刻影响人类的生产和生活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快速发展 我们也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 不可否认 人工智能已经走到了 发展和治理的十字路口 我们究竟该如何平衡AI的智与智 大会期间 世界周刊派出报道组前往上海 与多位国际专家和国际组织负责人 对话一探究竟 7月9号 全球最大的私营软件公司之一 SAS发布报告称 中国在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领域占据全球领先地位 而美国则在人工智能全面实施方面领先 在这场席卷全球的AI热潮中 AI技术正与各行各业深度融合 联合国数据显示 中国生成式人工智能专利申请量已居全球首位 而在刚刚闭幕的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 据租委会统计 展览规模 参展企业数 亮点展品数 首发新品数 均创下了历史最高纪录 各种各样的AI应用 让人眼花缭乱 而本届人工智能大会上的AI热词之一 当属智能体 什么是智能体呢 你或许对Siri 小爱同学 天猫精灵等智能助手很熟悉 它们可以帮助我们完成设置提醒 查找信息或播放音乐等任务 而智能体的能力则远远超越这些智能助手 可以处理更加复杂的任务 简单来说 智能体使用传感器与代码 感知和理解所处的环境 这样一来 它们可以收集丰富的数据 再通过算法或模型对数据进行处理 进而完成任务 是因为那些公路是车子之法 它们的车子更加ал都得 Changье 当我们建立车子 车子的车子也可选择 所以这些可能会发生 与机器所可能是工智能模型的 我们可以建计他们 可以建计价格很简单 然后我们说 请你准处作人户 业内人士表示智能体是最被看好的AI应用发展方向之一 在本届人工智能大会上 人们第一次看到了这款由我国自主研发的 全球首款全尺寸通用人形机器人青龙 与青龙同时亮相的 还有特斯拉的人形机器人晴天柱二代 今年6月特斯拉CEO马斯克曾大胆预测 晴天柱将推动特斯拉市值达到25万亿美元 据马斯克介绍 目前已有两台晴天柱机器人 在特斯拉工厂工作 到明年年底将有上千个晴天柱机器人 在特斯拉上岗 在2025年年底前 晴天柱二代将对外销售 其面向大众市场的最终售价 将被控制在2万美元以内 已经代替人类在工厂上班的 不只有晴天柱 今年7月 日本启用名为 多功能铁路重击的人形机器人 进行铁路设备的维修工作 宝马则宣布 FIGURE机器人已开始在宝马车间实习 据华尔街日报预测 这些机器人最终将和手机汽车一样 成为人类生活的必需品 而除了从事制造业和危险工作 他们还将帮助照顾老人 并填补其他相关劳动力缺口 受益于人工智能技术的飞速进步 机器人的训练实现了质的飞跃 如今机器人可以像人类一样接受训练 投资者非常看好这类 人形机器人初创公司 据高盛预计到2035年 全球人形机器人市场将增长到380亿美元 未来人们真的会完全信任 出现在家里学校和疗养院中的机器人吗 成本和安全仍是这类机器人 眼下所涉及的最大问题 事实上这也是AI热驱动背后 最值得我们警醒地冷思考 同样也是本次人工智能大会的主题之一 以擅志促擅志 就像飞机上的黑匣子 黑箱描述了AI技术 如何在暗处运作的景象 我们提供数据 模型和架构 然后计算机给出答案 同时 以一种看似不可能的方式继续学习 而对于这个过程是如何完成的 人类其实并不理解 我们做的就是设计方法 这就像是设计方法 但当这些设计方法跟数据合作 它会发生困难的组织 那我们不太明白 我们不太明白这些东西 辛顿曾任谷歌公司副总裁 他在神经网络和深度学习方面的开创性研究 为当前的人工智能系统开辟了道路 而如今 他却表示 后悔曾在AI领域里工作 而他的悔恨更多是源于AI的失控风险 2023年5月30号 包括辛顿在内超过350名人工智能领域的专家 高管签署联合声明 警告称快速发展的人工智能技术 对于人类的威胁可以堪比疫情和核战争 对于AI所带来的现实困扰和威胁 首当其冲的就是深度伪造 你能分清下面两段视频 哪个是真的 哪个是假的吗 事实上 右边这段视频是深度伪造视频 这两段视频 哪一个是真的摩根弗里曼呢 当真假变得如此难变 我们又该从哪里寻找真相呢 今年6月 微软宣布开发出一款新的 AI语音生成器 Wally 2 仅需几秒钟的音频样本 就能准确自然地复现人类说话者的声线 不过 考虑到潜在的滥用风险 微软表示不会将其推向市场 2024年是超级大选年 来自全球70多个国家和地区都将进行大选 在AI技术爆发式发展的当下 今年的选举竞争不仅比过去更加激烈 同时也面临着深度伪造所带来的巨大威胁 当地时间7月10号 马斯克的脑机接口技术迎来新进展 在一次直播中 马斯克表示 神经连接将迎来第二名人类植入者 他表示 未来脑机接口设备 应做到像苹果手机一样能升级 你想要的是iPhone 15 而不是iPhone 1 然而 这一重大创新之举 带给人们欣喜和期待的同时 也暗藏巨大风险和隐患 当你接入AI时 你就给神经技术注入了类固醇 负责撰写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神经技术伦理问题报告的主要作者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社会和人类科学执行主任 斯奎西亚里尼 曾把接入人体的AI设备 比作类固醇 世卫组织的数据显示 到2050年全球60岁以上人口 预计将达到21亿 而神经技术在降低癫痫 阿尔茨海默症 帕金森病和中风等 神经系统障碍导致的死亡和残障方面 拥有巨大潜力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为 如果没有伦理护栏 这些技术可能会带来严重风险 因为大脑信息可以被访问和操纵 威胁到基本权利和自由 而这些是人类身份 思想自由 隐私 记忆等概念的核心 我们需要人类变成创作者 成为检查者 研究什么机器的生产 我们想成为技术的技术 首个关于神经技术伦理的全球建议 将于2025年底前获得通过 今年初 我国也发布了首部脑机接口研究 伦理指引 给脑机接口划定了发展的红线和底线 7月10号 北约发布了经修订的人工智能战略 旨在以安全和负责任的方式 加速北约内部人工智能技术的使用 与此同时 《科学美国人》杂志则再次警告称 AI若在军事领域滥用会带来风险 我们不能把武器的控制权 让给人工智能 相比脑机接口和自主武器 对普通人来说 AI加教育所带来的影响 或许更加直接 7月7号 《经济学家》杂志提出这样一个问题 人工智能会改变学校吗 两个月前 在联合国发起的人工智能 造福人类创新工厂评选中 一个与教育相关的AI初创企业 获得了冠军 人工智能 人工智能造福人类创新工厂项目 是联合国发起的初创企业推荐平台 Stamuli是一家教育初创公司 该公司创建了一个教育AI元宇宙 为学校企业等核心课堂 提供基于3D游戏的学习平台 该公司创始人兼CEO西德表示 Stamuli是一个生成式游戏平台 通过沉浸式体验和个性化途径 的确改变了传统课堂和学校 Clinch给我们做了 Stamuli是 他们的AI用选择 和导致孩子 去学习更多 通过游戏平台 我认为Stamuli有很好的未来 我认为孩子 能够使用的技术 在一种方式 他们可能不明白是教育的 事实上 人工智能已经开始走进学校 在澳大利亚的这所学校 学生们借助AI工具 查阅资料的时间大大缩短 对于老师来说 人工智能同样可以成为一个 提高工作效率的得力助手 在美国的这所学校 AI导师可以带孩子穿越时空 直接和历史人物对话 将书本上的知识 亲口讲给学生听 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社会和人类科学执行主任 斯奎西亚里尼看来 这种向善的深度伪造 反而可以成为 促进教育公平的一种工具 在阿联酋这款政府 主导研发的AI导师 让请不起家庭教师的孩子 有了专属教师 为了能复盖更多贫困学生 为了能覆盖更多贫困学生 该系统的部分产品 在没有WiFi甚至2G网络下 也能正常工作 AI时代真正的个性化 一对一教学 将不再只是美好的愿景 on discussing the global governance ofAI with the mother of a person with Down syndrome and she was telling me something very very I mean it was very very interesting to talk to her and very impacting emotionally because I'm a mother as well She said look think about the power of generative AI to take fantastic complicated books right that a kid with Down syndrome wouldn't be able to understand and have generative AI produce a version that is simplified that enables them to look the most beautiful pieces of literature created in history in a way that is accessible so that they get the gist they get the beauty of the written text without getting the complication and this of course can be done at scale and for all languages think that if we were to put as a task to be done by human perhaps we would run out of budget immediately so this is the value of AI one of them so the customization of education 然而 AI加教育同樣面臨巨大挑戰 去年3月 美國最佳大學排名網的一份民調發現 全美43%的大學生 使用過ChatGPT或類似AI工具 50%的人則表示 他們曾使用過AI工具 幫助自己完成作業或考試 民調還發現 只有25%的學生表示 自己所在學校詳細說明了 如何以道德或負責任的方式 使用AI工具 更多學校則傾向於 禁止使用這類工具 巴布亞新寄內亞 被公認為世界上生物多樣性最豐富的國家之一 联合国粮农组织的技术人员 正在帮助当地居民 使用AI设备监测森林状况 全球森林资源评估报告显示 自1990年以来 全球有4.2亿公顷森林遭到破坏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2023年联合国粮农组织 参与发起了这项 为期五年的森林计划 利用人工智能 机器学习等技术 支持包括巴辛在内的20个国家 保护森林资源 然而 如何弥合数字鸿沟 推动全球共享AI发展成果 仍然面临现实挑战 2023年末 国际电联发布报告称 目前全球三分之一人口 约26亿人仍处于离线状态 对他们来说 尖端技术依然遥不可及 一个个事实证明 AI技术可以用来造福人类 也可以用来作恶使坏 全球监管和治理已经迫在眉睫 现在这个妖怪已经跳出了瓶子 它可能会带来未知的风险和回报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 人类兼容人工智能中心执行主任 尼兹伯格 曾在书中这样形容 AI与人类的关系 为什么我们称为沙拉曼的锅 因为王沙拉曼 写了他的法律 他为了称为法律的王 尼兹伯格表示 我们不仅要积极研发AI技术 还要抓紧制定与之相关的社会准则 那么究竟该如何发展负责任的AI呢 在前面的课程中 您说了 AI技术是非常明显的技术 但是同时 我们必须要关注到 变抗的事与因此 那么在您的许多 有什么问题 在AI技术 带来人社会 除了迭代快 潜在危害大 AI技术的发展路径 也导致其监管难度很大 核武器诞生七十多年来 已经在全球形成一整套核安全治理机制 不过特拉格也表示 我们并不缺乏对民用领域技术治理的经验 所以说 例如 civil aviation 我们有什么叫 ICAO the International Civil Aviation Organization 这个是什么 很多国家包括中国 the United States most other countries are members of this organization and one of the things that it does is develop standards or it helps to develop standards for aviation 特拉格认为可以借鉴国际民航组织的经验 创建国际人工智能组织 各国应尽快共同制定民用人工智能的最低监管标准 并利用全球峰会启动建立国际监管体系的进程 so for instance we need a science of model evaluations we need to figure out how to evaluate models to make sure that they have all these properties but in many ways they're really at very early stages so we need that and then we need the governance frameworks that bring those standards to life so these are the key things that we need to move from principle to practice 美国前国务卿金星格曾指出 在人工智能这样的全球性挑战面前 中美合作显得尤为重要 事实上 对于同美方开展人工智能合作 中方始终充满善意和诚意 然而美方对此却抱有疑虑 对中方可能取得技术进步 更是充满焦虑 在这样的心态主导下 尽管也开展对话 但更多的是筑墙舍磊 强推脱钩锻炼 当地是筑增业主导下 要避免這種政治侵略 所以 無論如何 我們有一個共和平民的標準 為全球發展 所以 無法建立兩種標準 這是我的強烈信心 當地時間7月1號 第78屆聯合國大會協商一致 通過中國提出的 關於加強人工智能 能力建設國際合作的決議 這是聯合國通過的首份 聚焦人工智能 能力建設國際合作的決議 同時 也反映了 發展中國家的強烈呼聲 中國是一名智慧的國家 所以 為了一名智慧政策議員 一名智慧政策議員 所以 我希望這種事情 包括中國的觀察 其實 這是一個批評的 一個批評的奧訴 我們不僅僅要這個 但是 了解說 中國有說 尤其是當時尤其是國際西洋 如今所謂的 我們可能要更加合作 我們可能要更加增加資料 因為這裡的危險 就是更加放棄 當然 這裡的想法是 就是沒有人在背後 麻省理工學院物理系教授 麥克斯·泰格馬克 曾在《生命3.0》一書中指出 人工智能的崛起 將使地球進入生命3.0時代 對於未來生命的終極形勢 它進行了這樣一番大膽的想像 生命走過1.0生物階段 和2.0文化階段後 接下來將進入能自我設計的 3.0科技階段 如今面對全球人工智能新熱潮 泰格馬克再次警告稱 世界各地的頂尖思想家和科學家 開始意識到超級人工智能 可能帶來的威脅 面對這一共同威脅 我們要麼共同成功 要麼共同走向失敗 的確 人工智能發展與治理 事關全人類共同扶持 中國願同各方一道 凝聚共識 共抓機遇 共克挑戰 共同走向 更加美好的智能未來